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回到我們講的南宋國官跟文官 還有皇帝的關係 我們上次跟各位介紹到岳飛的這件事情 因為飛的幣沙當然長期以來 大家都覺得這是一件很不對的事情 然後過去最早當然被批評的是秦快 然後大家知道這個在杭州的越王廟 還有秦快的塑像 一個鐵的塑像 然後跪在越王的廟的前面 很有趣 他們說那個秦快的塑像 大概隔一陣子會被倒回 因為常常有人非常的憤怒 然後秦快就很生氣就會去打那個塑像 所以那個塑像常常就會打壞 打壞以後又會被重駐 然後繼續跪在那邊 所以這個當然秦快長期以來 就變成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負面的人物 而且各位知道這個人字送後少名快 就是這個快這個字 基本上已經不作為你取名字的時候的選擇 如果你看這個送以前的人 這個命名為快的 這種例子還可以看到 可是基本上到送以後 你就非常少看到 因為這個字就變成一個很壞的字 其實這個字本來一點都不壞 快木是非常好的木頭對不對 只是因為這個不小心碰到 這個字就跟著秦快一起倒霉 這樣子 所以以後取名字那個要小心 我教書十幾年還沒有看過 學生的名字有這個字 然後我唯一碰過的是我當兵的時候 我當兵的時候 我有一個士兵 他的名字裡頭就有這個字 然後各位都知道他外號就叫做秦快 所以所有人都叫他秦快 所以這裡就知道這個 所以我就會想說 對的確取名字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這個字希望不要用這樣子 OK 可是我們也知道這個其實秦快 他還不是真正應該要 這不是唯一啦 他當然有責任 可是他不是唯一的 我們說高中有責任 那更重要的是整個五官群都有責任 為什麼他們都默認這件事情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上禮拜講的 就是說文官和五官 雙方在當時的對立意識是非常強烈的 文官不喜歡五官 五官也不喜歡文官 那這種強烈的對立意識 導致的結果是 文武雙方都以二分法 來作為一個相互攻擊的手段 什麼叫二分法 就是非黑即白 非敵即我 這個只要不是站在我這邊的人都是敵人 不是文官的就是五官 對文官而言五官就是我們的敵人 對五官而言不是五官的人 其實這些官員都是我們的敵人 所以就是說這種二分法 這種二分的對立意識 就是互視對方為敵人 然後這個結果就是只提對手的短處 就是在敵對者的眼中 只看到對方的短處 然後利用敵人的短處來合理化自己 為什麼我們可以用那麼多權力 因為五人太糟糕 那五人說賣國的都是文人 所以我們五人才是應該擁有權力 就是合理化自己的手段 不是說自己多偉大 自己多好 而是敵人對方多差 就是因為文官說這個五官太糟糕了 所以皇帝應該重用文官 那五官也說其實文官很爛 所以皇帝應該信任我們這些五人 這種利用對手短處來合理化自己的這種方式 其實當然都不是一個這種所謂的公平的一種 對待彼此的方式 其實我們都知道文官五官其實都一樣的 他們之中有忠誠也有叛逆 有優秀的人才也有投機的小人 在任何的群體大概都這樣子 任何群體裡頭他都不可能全部都是好人 或者全部都是壞人 不可能全部都是忠誠或者全部都是叛逆 可是雙方在衝突的時候 他們眼中看到的都是對方的缺點 所以在五人眼中文臣 他們看到的文臣就是那些 他們有叛逆行為的文臣 然後看到的都是投機的小人 然後文官眼中的五官也是一樣 而這種對立意識最後只會導致雙方的衝突 因為永遠只看到對方的缺點 結果而不能夠合作來抗金 這個就變成南宋初年的最大的問題 就這個國家到底有沒有能力 有效的對抗女真 看起來是有啦 可是當然就是說實際上是沒有 為什麼因為你內部分裂太過於嚴重 一個分裂的內部 當然不可能有效的對抗你的敵人 所以最後只好對女真這個稱臣求和 在這種強烈的這種文武對抗意識的情況之下 文官其實他們不斷的為皇帝策劃 如何的來對付五官 所以文官跟高宗基本上站在一起 他們一起來籌劃 怎麼樣來削弱五官的權利 最早被提出來的計劃是 著用四大將的部將以分化的方式 將四大兵團分割成較小的部隊 就是說這些四大將 岳飛、張俊、韓世忠、劉光氏 他們手下有很多的部將 就把這些部將的地位提升起來 讓這些部將脫離這些大將的控制 用中國傳統的話來講 叫做眾見諸侯而少其力 就是說諸侯的力量太大怎麼辦 那就搞一大堆諸侯 讓每一個人的力量來分化 我們一開始提出來的計劃也是這樣 就是說把這些大將手下的部將把它提升 讓他們的地位跟這些大將一致 然後他們就脫離了這些大將的控制 那這些大將的手下被分化出來 那大將的兵力當然就變成薄弱 可是這樣的計劃開始執行以後 這些大將當然也不是笨蛋 他都很清楚就看到 你在拔走我的部將 然後來削弱我的權力 所以這些大將當然就反對 就直接的出面反對 而使這樣的計劃胎死腹中 就沒有辦法被執行 因為這些大將當然看得很清楚 就是你在分割我的兵團 那他們怎麼可能允許這樣的做法 早期的這種分化的作為沒有成功 到了紹興五年 一個非常激進的做法 就由當時的宰相張駿所提出 張駿是一個非常激進派的文官 他的激進表現在比方說他極力的對女生主戰 他是一個極端的主戰派 然後他反正他主張什麼事情 他都用非常激進的手段處理 他也是認為武將的權力應該被剝奪 那怎麼剝奪 很簡單直接派武官來取代武將 把這個武官免職放一個文官上去 統帥他的部隊 所以他在紹興五年高中任命他為宰相以後 他就積極的推動這樣的政策 就是以文代武 恢復北宋文城統兵的傳統 直接把他恢復掉 怎麼恢復 撤換主將 他從哪一個軍隊開始 從四大兵團 他選擇的是劉光氏 為什麼選劉光氏 因為劉光氏的部隊最糟糕 軍績最差 戰功最少 就是這個兵團 所以在張俊遠中 這個兵團最應該要整頓 最值得整頓 所以他以這個兵團為下手的目標 他直接罷免了劉光氏 把他招到京城 然後派他信任的一個文臣 叫做呂子 來代替劉光氏 就這個政策一推動 就釀成了大禍 我們常常看到歷史上很多的改革 就是非常的有趣 比如說你為什麼會想要改革 改革什麼事情 那當然因為是有弊端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張俊他要改革 這個軍隊的時候 他就選擇最糟糕的一個部門下手 當時有四個兵團 去選擇最糟糕的 因為我要推動改革 我當然從最糟糕的地方下手 學歷史人常常都比較實際 就是說歷史 學歷史 我們常看到的是一個可行性的問題 而不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 就是說你推動所有的改革 你大概從原則上來考慮 大概都是說我應該要去改革最糟糕的 可是從可行性的角度而言 最糟糕的其實就是最難改革 因為他問題非常非常多 你要改革他彈何容易 那你可以看到 張俊這個例子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就理論上當然你要從最糟糕的部門下手 可是一下手就完蛋嘛 為什麼 因為部門就是因為很爛嘛 那他已經夠爛了你要去動他 一動他就垮掉 就是這樣子 就這個劉光寺的兵團 軍績最差 戰功最少 然後劉光寺這個人看起來也是沒有什麼能力 可是就是因為他沒有能力 所以他才能夠維持這個兵團的存在 因為那個兵團的手下的那些 他的部將啊 很多都是什麼土匪出身啊 盜賊出身啊 這個兵團的下面他有好多個部將 他根本就是一群烏合之眾 各自為政 部將跟部將之間彼此都不合 那為什麼劉光寺要看起來沒有什麼作為 因為他就不能有作為啊 那手下就是一群烏合之眾 你要有什麼作為要去管 管這些人一管他們就叛變嘛 所以乾脆就什麼事都不要做 不要做大家相安無事 所以看起來很糟糕對不對 你說這個人還沒有能力 沒有能力是有原因啦 因為他底下就是這麼爛嘛 他手下的軍隊就這麼爛 所以沒有辦法做什麼事情 所以那好了 現在改革呢 呂一子一上台當然全力整頓對不對 一整頓就叛兵 就這樣 所以呂一子上台沒有多久 大將尼穹就 這個劉光寺手下大將尼穹就發動兵變 發動兵變 把呂一子抓起來 然後帶著四萬的軍隊跟二十萬的百姓 渡過淮河去投靠女征 就是著名的淮西兵變在紹興文年發生 那這一場嚴重的兵變 當然讓宋軍元氣大上了 這個劉光寺的兵團其實就此瓦解 本來四大兵團後來就只剩下三大兵團 因為這兵團就潰散掉 他軍隊的主力都投降到女生那邊去 當然你可以知道發生這場兵變 張俊就罷相 然後也不用再用文官去取代武將 因為一取代就發生了這麼嚴重的事情 當然這樣的政策也就從此沒有人再提出來 發生在這個紹興五年的這個離窮的兵變 對高中而言當然是一場沉重的打擊 這很多的學者認為南宋從這個主戰轉為一 全心全意的要跟女爭和談 跟這個事件有很直接的關係 就是說這個高中看起來就從此對 這個收復中原 這個以武力收復中原感到失望 他對這個軍人的可靠性也感到非常的失望 所以從此後他全心全意的跟女爭和談 在他心中顯然認為要有效的控制軍隊 一定要讓戰爭先結束 否則戰爭一直繼續 你想要整頓軍隊就變得非常的困難 因為你一整頓這些人可能就去投降女爭 所以要先跟女爭達成協議 斷掉這些將你投靠女爭的這種可能性 因為我跟女爭達成協議的女爭不可能在招降我的部將 我才可能整頓這些軍隊 整頓這些大將 但是跟女爭的和談進行的並不順利 一直要到紹興十一年 你可以看到經過了六年的時間 在紹興十一年才由勤快 在這個強力的主持之下跟經達成了協議 而協議達成之後 立即把岳飛、韓世忠、張俊這三大將 招到京城任命為疏密使跟疏密副使 表面上是升官 因為疏密使是朝廷的重臣 實際上是讓他們留在京城不再回到邊區去統兵 這三大將留在京城之後 他們原來的軍隊就被重新的整頓 三大兵團被切割成六個屯駐大軍 名義都改變了 叫做屯駐軍 叫做六大屯駐軍 分屯各個地方的要 這個分屯軍事要地 然後拔鑿這些大將手下的這些部將 來統率領這些軍隊 並沒有以文臣來取代武將 就是雖然剝奪了三大將的兵權 可是並沒有以文代武 就並不回到那個張俊的那個做法 還是讓這個武將繼續統兵 只是這些武將是能夠聽命於朝廷的 不像這個過去韓世忠 岳飛等人 都非常有自己的意見 當然各位也知道後來這個三大將的命運 這個大部分同學也都知道 岳飛被任命為疏密副使沒有多久就入獄被殺 韓世忠在岳飛被殺之後就辭官隱居 中其一生不敢再跟他的部將有任何的往來 因為岳飛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岳飛因為這個戴京城還跟他的部將通信 就被指為魔反 所以就被殺掉 所以韓世忠辭官以後就中其一生 就隱居在這個杭州城外的西湖 然後他的部將要跟他見面他都拒絕 然後張俊也是 張俊就是 也是就是離開了官職 然後這個皇帝給他很多的田地 然後過著富裕的生活 可是不再過問軍事 所以到了第二年 上星十一年達成協議 剝奪三大將兵權 到第二年高中就很得意的說 經兵權歸朝廷 政要義將帥 臣命奉行 與猜文成無異 就說現在這些三大將不都被罷執了 然後軍隊換人來指揮 這些人都非常乖乖的聽從朝廷的命令 就像派文成去統帥這些軍隊一樣 說這些武將現在都很聽話了 跟文成一樣聽話 所以可以看到 就說在高中看起來 他也不需要再另外派文成去統帥軍隊了 因為現在武將都很乖了 他的目的已經達到 好 這些將 現在這些將領聽命於朝廷 那朝廷對他們其實也非常的寬容 所以這個武將的一些貪污跟不法的行為 仍然持續 軍隊的士氣 也因為這些上面這些 平庸的將領 而顯得士氣低落 那事實上的經費軍事的開支 也沒有因為這個霸除三大將的兵權 而有任何的減少 這個大概是南宋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在義和之後 他的軍費開支並沒有減少 其實很多的錢 大概都流入了將領的私人的荷包裡頭去 然後整個軍隊理論上是重新整頓 事實上只是說從此軍隊乖乖聽話而已 並沒有什麼真正的整頓 軍隊裡頭各種的問題跟不法的行為仍然存在 然後軍隊還是一個耗損國家財政的一個重大的團體 是一個重其實也是一個重大的問題 好這樣的體制就一直持續下去 這個文官一直都沒有直接控制軍隊 不像北宋 南宋的狀況跟北宋很不一樣 南宋長期軍隊兵權還是在武將的手上而非文臣 只有偶爾會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的時候 會臨時派遣文臣擔任宣服使或者自治使 來指揮這些駐江形勢 可是這種宣服使自治使都是臨時性的派任 這個戰事結束以後就撤銷 所以這個兵權基本上都還站在掌握在武將的手上 特別是在四川 這個南宋的四川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區 因為他距離中央太遠 大家可以想像南宋是一個長方形 他疆域是長方形 他立國於淮河引南 所以整個疆域變成一個長方形 然後他又定都在現在的杭州 就是在整個國家的最東邊 所以這個在最東邊的中央正 比較管理最西邊的四川是非常非常困難 在當時的這種交通技術 所以四川變成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而當地軍人的權力非常的大 形成了一個無視世襲武官的勢力 就是說在四川他們有一對兄弟 叫無界無靈 這個無家的兄弟 他們是保衛四川最主要的武將 因為這兩個兄弟的戰功 所以金人才沒有打下四川 那也因此無家就世襲 這個在四川的兵權 這個無界無靈死了以後 他們的兒子就繼承他們的兵權 而無家世襲兵權的 這樣的一個現象 後來就造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 就是到了宋寧中含陀咒發動北發 他就為了跟呂真人作戰 他重用無家的第三代的無錫 讓他在四川來統兵 就是他把四川的兵權 都交給這個無家的第三代無錫來掌握 就無錫就在四川叛變 因為呂真人為了對抗南宋的攻勢 他就派使者去勸說這個無錫投降 其中當然提出了很多很多的理由和條件 其中的一個條件 其中一個理由說服無錫投降的理由 就是說他跟無錫說 他說這個南宋的將領裡頭 最善戰的就是岳飛 他說可是你看看岳飛有什麼下場 就顯然這個理由打動了無錫 所以無錫就投降 所以無錫在四川的叛變 變成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然後經過這一場的叛變 這個宋廷覺得軍權掌握在五人手上 他有危險 要決定恢復文臣統兵 所以一直要到南宋的後期 就到寧中以後 文臣統兵的體制才又重新恢復 那怎麼樣恢復 就是在各個邊區設置自治史這樣的官職 這些自治史都是由文臣出任 然後這些自治史就掌握他轄區裡頭的軍政民政 偶爾如果找不到文臣出任 要派武將去擔任自治史的時候 一定先把這些武將的官銜 全身換成文臣的官銜 就把他頭銜換掉 他本來是五官的頭銜 把他換成文官 因為強調自治史一定是文臣來擔任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有意識的 要恢復文臣統兵 北宋文臣統兵的體制 基本上這些自治史掌握 轄區裡頭的兵政民政財政的權利 而武將就成為他們的部下 在這種情況之下 一些近世出身的文臣 就在南宋晚期成為著名的邊帥 因為派文臣去統兵 所以讓文臣有建立軍工的機會 最有名的是嘉定年間 就寧中嘉定年間 南宋跟呂貞又重新開戰 結果這個呂貞幾度南清 都被這個當時的編帥趙芳所擊敗 這個趙芳是一個近世出身的文官 就他在嘉定年間成為最著名的編帥 而他的兒子趙范跟趙奎 就繼承他統兵的這樣的一個職位 成為南宋晚期重要的軍事統帥 而這些人全部都不是五官 他們都是文官 所以成為中國歷史上少數的儒匠世家 就是說以文臣的身份而統兵 而且世代相成 這個家族成績的三代 然後剛好也是違將三代 就第三代就垮了 第三代就違這個女真人 最後被蒙古人所敗 然後趙芳的孫子就因此而戰死 很少見 在中國歷史上很少見 這種以文臣的身份而統兵 而且相傳了三代 所以這顯示在南宋末年 在外患的威脅之下 這些一些讀書人轉而以軍功來發跡 以軍功來提振自己的地位跟聲望 不過這種人其實非常的少 雖然我們看到這樣例子 可是這樣的人其實算少數 就是我們重新看到這種 柴姦文武行的這種文臣的出現 可是這種人在當時其實算少數 絕大多數的文臣 其實基本上都不善於統兵 南宋末年是一個長期戰亂的時代 從臨終加定十年 西元一二一七年 宋跟女真再起戰端 一直打到西元一二三三年 金滅亡 金亡國 金亡了之後 宋繼續跟蒙古人坐在一直打 打到西元一二七九年 陸秀夫抱著宋朝最後的小皇帝 在挨山頭海 我想很多同學都聽過這樣的故事 在挨山頭海 然後這個南宋才真正的滅亡 這個戰亂才結束 所以你可以看看打了六十二年的仗 這個南宋末年 長期的戰亂 打那麼久是這個歷史上也蠻少見的 就是說超過半世紀的戰爭 一直持續沒有停過 十幾年前我還去過挨山 這個廣東南部的挨山 只是滄海桑田那邊已經沒有海了 所以你現在要去投海已經不行了 摔在地下撞死 而挨山他本來是個小島 你可以想像他周圍的海都變成陸地了 那這個島就變成山了 所以你現在要去挨山要爬山 以前是坐船現在是爬山 那山上面還有這個宋末三節的廟 就是文天祥 陸秀夫跟張士傑的廟 在紀念他們 就是南宋最後抵抗蒙古人的據點 在這樣的一個六十幾年的戰亂時期 在戰爭初期 文官仍然是邊防主要的負責人 在邊境上面擔任支州或者自治史的 這些官員基本上都是文臣 但很快的這樣的這種 以文臣來統兵的方式就不再能夠持續 因為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當時的文官文士都不願意從事危險的邊防任務 藉故不去上任 就對這些文臣而言 我不一定要到邊境去統兵啊 文官他可以做的職位非常的多 對多數的文官而言 他們情願留在這個 複數的地區 或者留在朝廷裡頭做官 他們不願意到邊境上面去冒險 因為大家都知道統兵其實很危險 這個 有一點意外你的性命就不見了 所以很多人被派任到邊境以後 就好像以前當兵抽到金馬獎一樣 這個覺得心情非常的不好 可是你以前我們當兵這個 你叫你到金門你也不能不去啊 可是南宋的文官可以這樣子 他們可以有各種的理由不去上任 這個朝廷任命他 說叫你去四川擔任這個支中 他就說我母親太老 我不能去 我身體不好 長途跋涉 我還沒有到四川 我可能就死在旅途上了 然後要不然就說我沒錢啊 你過旅費 然後就叫我從浙江到四川那麼遠 這個你過錢啊 我沒有錢 找各式各樣的理由 所以這個朝廷就開始發現 很多人被派任到邊區官職以後 過了一年他還在他家裡 就有這種嚴重的問題 就說我朝廷叫你去當官啊 你說這個人怎麼可以賴在家裡頭 不去上任他吃什麼 這些人通常都還蠻有錢嘛 能當官家裡頭也不會那麼窮 他情願不上任不拿薪水 他就留在家裡頭 這個吃自己吃老本對不對 因為我對他而言 萬一去了四川有去無回對不對 被蒙古人那麼兇打一打就打死了對不對 情願不去上任 所以就造成邊境上 眾多的官職都長期空在那裡 沒有人去做 因為你派文臣他就不去啊 理論上那些職位都派好人了 實際上有沒有官沒有官 根本沒有人去 第二個問題是 就算有少數的文官 他們非常英勇的 這個不顧自己的安危到邊區去任職 可是也沒有什麼用 因為這些人不擅長於軍事 往往去了邊境過沒多久就戰敗而死 就是突然這個為國捐軀 可是與國勢無補啦 因為沒有什麼軍事的能力 所以簡單而言 多數的文士因為不惜戰鬥之事 所以當國家長期面對軍事威脅的時候 兵權就只好再回到五人的手上 就是說文武對立意識在當時很強 文官很希望把兵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可是事實上他有現實的困難 就是因為文武分圖 這個文官不惜軍事 所以你沒有辦法實際的去統兵來面對戰爭 只好再回頭去以眾武將 所以隨著戰爭的持續進行 武官出任邊境之州跟自治史的例子就越來越多 我們之前說一開始的時候 你派一個武官去從事自治史 還一定要把他的官賢改成文官的官賢 到後來也沒有這樣子了 因為已經越來越多了 就不用再改了 所以這當然代表了 武官權勢的恢復跟擴張 對不對 就是說武官重新掌握到兵權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文武官的衝突仍然不斷 仍然不斷 我們看到這種文官武官的這種問題 爭執仍然在南宋晚期持續的出現 一些南宋的名將他不死於戰場 而是命葬於自己長官之手 當時出任四川自治史的愚介 曾經對南宋禮宗表示 願陛下是文武之事如一 他曾經在面奏皇帝的時候 就跟皇帝說 他說我希望皇帝你把文官跟武官看成一樣 不要去區分文武 你知道這個當官員講這種話的時候 就表示什麼 和陛下是文武之事為二 對不對 所以他說願陛下是文武之事如一 因為事實上陛下是文武之事為二 但你知道這樣的建議沒有什麼用 因為長期來這種文官跟武官的對立 他不是一個皇帝態度的問題 不是說因為皇帝是文武之事為二 當然我們知道的確如此 皇帝的確是用以不同的態度 來對待文官跟武官 可是即便皇帝是文武之事如一 其實也不能夠解決文武對立的問題 因為我們跟各位介紹了 文武對立是一個長期演變的產物 它是一個文化的現象 所以愚介說了這樣的話 當然沒有什麼實際上的意義 就是說他不能夠實際改變什麼 他這充其量只是反映當時 文武對立的這種現象 直到南宋最後被為蒙古人所滅 這種文武對立意識仍然存在 我們舉一個例子 南宋亡國以後有一天 元氏主忽必烈就問了宋的這些降將 這些武將說你們為什麼要投降 這真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人家已經投降 人家問人家為什麼要投降 投降不好嗎 後面就問皇帝就問了這個問題 皇帝什麼問題都可以問 就問這些武將說你們為什麼投降 這些宋的降將就說 他說因為南宋的時候假四道當國 他說這個假四道是一個文官 他掌握政權 博武人而眾文儒 將士願之莫有鬥志 故大軍既治爭結甲歸密也 他說都是因為 我們為什麼投降 都是因為有一個很壞的文官 這個文官叫做假四道 他侵蝕我們這些武官而重視文人 所以我們很生氣 所以我們不肯為他作戰 所以大軍就是援軍 指援軍 他說援軍來了 我們就趕快投降 所以武官就公開的說 我們為什麼投降 我們不是天正不忠不義 我們都是因為被這個文官害的 這文人聽到的當然非常的生氣 所以文人就說 都說德佑鞭將成立酒色 德佑就是南宋投降的那個小皇帝的年號 他在位了兩年 就女真人就打進了林安 他就投降 德佑年間這些鞭將都成立於酒色 賓士期邁翔恐後 乃至如臣以為誤果 所以這文人聽得當然很生氣 他就罵回去 說這些鞭將 南宋末年這些鞭將都成立於酒色 然後等到戰爭發生了 就廣派拼命的投降 然後最後還要怪我們儒臣 說我們儒臣是誤果 其實都是這些武將誤果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南宋的文武之爭 真是治亡國而不誤 就是說直到國家滅亡以後 文武雙方還繼續推責任 都不是我的責任 都是對方不好 所以國家在的時候也是這樣罵 罵對方不好 國家滅亡繼續罵 反正最後都不是自己的錯 都是對方的錯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種 對立意識的嚴重 整個貫穿這個宋代 一直到整個國家滅亡 還可以繼續的 這個相互的推卸責任 所以這種文武對立 但我想身處在台灣 這個我們非常習慣這種藍綠對立 但理解這種文武對立 應該非常容易 這種對立意識 然後這種二分法 對方都是不好 所以說對方做任何事都不好 這樣子 好一些簡單的參考書目 來研究南宋的宋代的賓治 可以看一下王真瑜的這本書 這個宋朝賓治初炭 這大概到現在都還是研究南宋賓治的 雖然很舊 舊了 快30年了 還是看南宋賓治的重要的著作 然後我們剛才講到黎穹兵變 黃漢崇文有一篇文章 談黎穹兵變與南宋出席政局 然後我們剛才講的一些 晚宋的問題 我個人的碩士論文 還有我的一些文章 然後劉子劍的岳飛 這一篇各位都已經看過了 可以給我們一些很多的觀念 去理解這個岳飛的被殺 好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這一講就講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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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